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蒲烧鲁鲁是日本著名的料理 细嫩的肉质、鲜美的味道 加上营养丰富 深受很多人喜爱 不过鲁鲁是种特殊的鱼类 无办法人工繁殖 加上过度暴撓 令海洋的鲁鲁数量持续感少 价格亦水涨船高 鲁鲁因此有水中黄金的美鱼 日本是全世界食用最多鲁鱼的国家 但当地养殖鲁鲁的数量 远远追不上市场需求 需要从外国进口 当中有六成的鲁鱼 是来自中国江门台山市 台山市拥有全球最大的鲁鱼养殖区 主要出产的品种是日本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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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族类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 可以释放充足的氧气 而微生物分解活动旺盛 也有了淨化水质 更贴近鲁鱼凄身的野生环境 因此在这里养殖的鲁鱼 更加大条更加肥美 和暖的天气 也是台山养殖鲁鱼的另一个优势 当水温低过摄氏15度的时候 鲁鱼就会停止进食 而珠三角地区 全年平均温度22度 大部分时间都适合鲁鱼生长 令台山的鲁鱼养殖场规模越做越大 而用来滋养鲁鱼的资料都不压力 使用了从北太平洋出产的 鹤雪鱼粉 以及南美洲的红鱼粉 这些资料都含有高蛋白质 以及氨基酸 等鲁鱼更容易吸收 另外再加入维生素和酵母粉 帮助消化 令台山的鲁鱼都生得肥肥白白 据统计 台山市每年出产的鲁鱼 年产量达到6万吨以上 但是2020年 台山的鲁鱼出口产值 超过10亿元人民币 每年大暑前一个月 是鲁鱼丰收鬼节 出唐的鲁鱼会运往日本 欧美等地 成为食客餐桌上的鲁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谈茜茜茜茜茜 zamる